作曲 李宗盛 翻上月嶺 风呼啸而过 重新磨练的生活 寒水与苦涩 挑战最千人的岁月 我们会退缩 为大的时刻 少年风一样划过 我不会失落 眼眶在闪烁 远方天空那颗星 等着我 驾 驾 你也会好心人 爸呢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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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那新地屋的家伙 传达是有他电话 飞哥 知道了 你说你们俩也真是的 你这说过话 你这说不定话 他妈 他得让我传话 杀福之处 不共戴天 不至于吧 没那么严重 因为事情都没查清楚呢 我觉得上一辈的恩怨 不要影响到我们的友谊 站着说话不腰疼 换上你妈你想要 好好好 你这算我没说过 这小梁的信息啊 是你 你去接还是我去接 你接 好人做到底吗 好 那我接吧 那我接吧 你接 好人做到底吗 你附近在三卫生所住院呢 来 帮我跟连长请假 我把他卸完整所呢 帮我跟连长请假 我把他卸完整所呢 医生 好 我父亲怎么了 腹部锐气伤 索性没有伤到其他的气脏 只是失血或多 如果不及时输血的话 可能会有生命的下 那还等着 赶紧说啊 我们乡卫生所条件有限 没有血浆 只有七十公里以外的 县医院才有 您不要着急 我们已经打过电话了 他们的医护人员呢 也正往我们这边赶来送血浆 所以啊 我们在这里就安心地 陪着您父亲啊 谢谢 您父亲啊 真是好样的 这么大年纪了还坚毅勇违 真的是让我非常的轻碰 好了 李医生 怎么了 县医院刚才来的电话 大雨把公路都冲断了 他们的血液送不来呢 小哥 如果再不出血的话 别人可能救了 抽我的 我是他儿子 血型应该一样的 那你这样 你带他赶紧去腱个血型 不过最多只能抽四百cc 这点血对于你父亲来说 恐怕没收过 没关系 我身体好 要抽多少抽多少 那赶紧去吧 那赶紧的啊 快走 我能弄下电话吗 用吧 好 喂 你好 是香卫生所吗 医生 怎么样 我的血型责用啊 你的血型是A型 而你父亲的血型是AB型 所以很遗憾 不可能啊 你们是不是验错了 你再验一会再验一会 说不定你就验出个B了呢 帮帮忙 陆先生你先别着急 刚刚呢我们也接到了 县医院的电话 他们说他们的医务人员呢 也在同步地赶往我们这里 所以如果运气好的话 心觉还来得及 李医生不好了 病人心脏未弱 坐好继续准备 好 医生 这离那个公路有多远 大概有三四十公里的样子 安医您 连长 人员艾丁姐被人都到了 大鱼把公路通过了 我们是跑过来的 耽误了点时间 还来得及吗 谢谢 这应该借着律师马 要不是他给魏忠夫打电话了 我还不知道呢 行了 赶紧再路吧 是 走 走 走 一二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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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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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谢谢 谢谢什么呀 换做是我爸 你不约对中秋吗 中秋初的事 我一定跟我爸问清楚 小五说得对 他们之间的事 不应该影响我们之间的犹豫 你永远是我战友 也是我兄弟 谢谢兄弟 谢谢兄弟 您的想歇 那容易啊 我唱首歌吧 能语牙语唱吗 你觉着呢 谢谢兄弟 刚接了局里的消息 目前嫌犯在傅文乡的卫生所 去那儿干嘛 好像是长途车上抓小偷 被小偷捅了 送到那儿去救治 见义勇为 这点总算是 没给咱特有老兵丢人 师父 我们是不是应该通知那儿的警方 对他实施抓捕了 不用 我们自己去 他没有淘宝的技巧 那他跑那么远去干嘛呀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咱去看儿子 看儿子 好 老潮人醒了 想喝水 早就准备好了 来 爱心葡萄糖水 我决定了 等你过生日的时候 送你条红色内裤 干嘛是 穿上你当超人 你说你傻不傻 跟三个拿刀的小伙子的 这事 谁碰上都会管的 没办法 是让你老爸是特务军人 得了吧 真正的军人在这儿呢 您啊早傲他了 下回再碰这种事 叫你儿子来管 你就别逞头了行不行 那我可保证不了 你必须得保证 我救你这么一个吧 好 我答应你 你许个老头 什么味儿这么香 鸡汤 我煲的 你会煲汤 太小瞧你儿子了吧 还整个点肉肉 尝尝 看什么 看什么 儿子 你长大了 你才发现 来 尝尝你儿子的手艺 慢点尝 来 天下第一妹妹 你闭嘴 嗯 ある 兄弟 叫他 快乐 喝了 你也没有 天下 道中 issued 对不起 儿子 你老板马上就要成为穷光蛋了 今天的生日 老板没法满足你的礼物要求了 什么都不要 我就要让你进去看看 好儿子 真孝顺 早知道 多生几个像你这么孝顺的儿子就好了 少来 跟你说啊 我就两个要求 第一 你好好的 第二 不许再给我找个妈 你放心吧 你老板就要成为穷光蛋了 哪个女人敢跟我啊 爸 你又没有发现 其实没有钱也挺好的 你看啊 我没了经济来源以后呢 才发现身边真正出了几个好朋友 你没了钱以后呢 是不是也发现 其实你儿子没那么不着调 所以说 当穷光蛋的时候 便是幸福来敲门的时候 你小子 你小子啊 就从来没过过苦的日子 才欲负心慈强说仇 要是没钱 就能这么舒服地把你养胆了 还有 你每年给我生日 都是十字大开口 跟我要这个要那个 我要是没钱 怎么给你准备这些生日礼物啊 其实你那些礼物 我一点也不稀罕 那你每年还要 故意的 谁让你老忘了我生日呢 不是工作 就是陪女人 你小子说这话可没良心啊 你老爸从来都是在忙工作 从来都没有因为那个女人 忘了你的生日 得 我不跟你计较细节 其实我要那些贵的礼物 就是想让你记住个生日 你这个臭小子 害我花了这么多年的月光钱 你还好意思说呢 连你儿子的生日你都敢吗 那是惩罚你 爸 你知道 我最想要的生日礼物是什么吗 说说 奶油蛋糕 这 我还不了解你 从小就不爱吃甜食 怎么着 现在都要进来有蛋糕来了 是 是从小都不爱吃甜食 可是你看别的小孩吧 过生日 有个蛋糕啊 吹个蜡烛啊 对 我有包 有表 好 有车 可其实 最想要的就是个蛋糕 就想要个生日蛋糕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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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太简单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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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紧急任务 好 明白 是 部队有任务 是 医生 那我爸 要不要我跟你们部队去说说做个证明 不行 兵力卢山德 他是个军人 部队只要有任务 就是青天死了也得回去 你再胡说八道我真给你挤啊 放心吧儿子 你老爸有九条命 死不了 儿子 等这个事情告一段落之后 我会给你司马叔叔一个交代 你放心 我向你保证 医生 我爸也交给你了 你放心吧 你父亲呢我们会好好照顾的 谢谢 那我走了啊 这老爸 告证是你 你老爸的体质没那么弱 去吧 大夫 这附近哪里有卖蛋糕的 有蛋糕啊 那里到镇上去买 离这儿有十多里路的 你能不能告诉我怎么走啊 您就是准备自己去 我跟你说啊你这身子骨走这么远的路呢 可是不行啊 要不然这样 我找人亲民去买 不行 我得亲自去 我欠我二路着 那你稍等会儿 我正好有个亲戚 要到镇上去办点事儿 你这样你跟他一块走 搭他的顺风车 好 那太感谢你了 行 没事儿 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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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路可算是修好了 否则咱还真得在这儿过夜了 您来看 我歇会儿 好 先生 你有点什么 我想定做一个蛋糕 自己挑吧 我是想定做一个蛋糕 我们这儿没有定做的 为什么 这小丁 谁定做蛋糕 那你们有没有比较完整的 大一点的蛋糕 没有 只有小块的 自己拼一下吧 你们能在蛋糕上写字吗 就是能吃的那种字 没有 隔壁有个卖卖牙堂的楼头 你可以让他在上面刻字儿 请进 你们是 我们是前东市刑警大队的 请问见过这个人吗 请问见过这个人吗 陆先生是吗 咱们什么 和动旅行 com 的 哎呀 还有我 他找这么的 不才是第一次给他买蛋糕 这一进去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怎么出来 朱子 嗯 去他这儿旅 师父 让我去 你们去 谢谢 这场五十年不雨的暴雨 引起了多起地质灾害 上游的河道 被泥石流所堵塞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艳色湖 如果不及时清理河道 下游的近七八个线 将会变成一片汪洋 气象局预报 在四个小时之后 将会有一场更猛烈的暴雨来临 我们要赶在暴雨来临之前 实施水下爆破 疏通河道 这次任务 关系到下游近百万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 所以 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同志们 党和人民讨厌我们的时候 到了 大家有没有信息 有 走 你们稍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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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儿子的部队已经开拔了 枪险救灾去了 我能不能把弹口留在这儿啊 算了 尾兵是不会收的 再说了 这枪险救灾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等他回来 这蛋糕还能吃吗 那就算了吧 好 柱子 回上船 所以说 位置应该在这里 这个点 这个点 还有这里 这三个基点 要埋扎巴 记住一定要埋得深入 明白了吗 明白 注意安全 行动 上 是 设置在六十分钟后引爆 是 是 去吧 是 行动 是 我们一定会在那里 你这边的 你们这边的 我们的 我们等会 在这边 是 这边 出雾 我们的 打算吧 您好 我也是警察 您在执行任务 前面这怎么了 现在临时分路 马上进行随下爆破 要多久啊 这个不好说不太清楚 是你儿子的连队 您怎么知道 看过你的档案 您也是 是您的 和你一样 特有老兵 连长 刚收到气象局通知 收大宝宇提前了 提前多久 提前两个小时 相差这么大 那我们现在怎么管 通知给我安人消毒 准备提前报座 是 中文字幕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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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雨提前了 起暴时间也提前了 你们还得下去一次 把时间设为十五分钟以后 是 消灭 遍 遍 流通 遍 遍 遍 连长 连长 各发人小组已经完成任务 除了陆飞他们小组不见踪影 你要干嘛 带他们回来 还有六分钟就引爆了 是他们连长 就算死 我也得和我的士兵再拒绝 连长 连长 让我去吧 你当了连长才论得到你 我去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育 Mon detto 生育 Mon 我儿子 那个是我的儿子 生育 Mon 生育 Vor 这儿子送给了 你欠他个蛋糕 谢谢你 他跑了怎么办 不会 因为他也是个军人 公司娘 公司 公司娘 公司 公司娘 公司 我给他送生日蛋糕 谢谢 父死娘 公司 父死娘 公司 公司 爸 你怎么来了 几个朋友接我回去 来 拿着 小镇上没有好的蛋糕店 别先诊诊 好歹是块蛋糕 不会 这是一个世界上 最好看的蛋糕 今天是我过的 最好的一个生日蛋糕 谢谢爸 来 我这儿有闻分了吃了 生日快乐 我得走了 你保重身体 朱尼 祝您生日快乐 祝您生日快乐 这是我第一次收到 父亲送的生日蛋糕 而对老爸那时候 总算弥补了最后的心愿 好 好 来 好 好 不用了 你不会跑的 经审理查明 被告陆震生 明知患有癫痫 仍旧驾车 属无资格驾驶 发生交通肇事逃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133条 判处被告陆震生 有期徒刑五年 老爸自首没有成功 加重了刑期 而司马老爸也因包庇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缓期一年执行 理所 吴总 老财财 你辞职了 您怎么知道 上次在发厅上 她不敢看我 现在你了解 现在就看到离职起床 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你已经辞职了 是的 我不是为了利益出卖你 这样我心里好过很多 我不怪你 本来我就有自首的打算 这是一些变数 让事情发生得快乐一些 对不起 林总 我辜负了你的期望 我没时间听你忏悔 我一直在等着你过来 等我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让你去办 就是融资计划 是的 这件事情 只有你有能力去完成 我已经让江律师写好了委头书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的决决委头代表的 怎么 有什么问题吗 你可以开条件 只要我能做到的 我全都答应你 我只有一个条件 说 我想知道 林太太是怎么死的 这个很重要吗 是的 为什么 我必须要知道 您值不值得我付出 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传闻 他们说是你逼死了林太太 你信吗 不信 但是我想听你天高告诉我 好 我可以告诉你 但是你得答应我 把他告诉我的儿子 为什么 我不想回路 陆菲心中妈妈的形象 好 我答应你 我的太太 是个非常善良 非常漂亮的女人 为了我 她放弃了本来大有见证的事业 再加相辅教子 那个时候 我的事业刚刚起步 上天在外面打批 而我的太太 患有非常严重的头疼病 她的几个报我对她说 细食百分 可以有效地减少头疼的症状 可时间一久 她就染上了毒瘾 那会儿我的事业刚有起色 我担心别人知道了 我的太太是个瘾君子 会有损我和公司的形象 所以 我就把她关在了别墅的阁楼里 把她强制戒毒 我妻子的情绪逐步平安 我也被戒毒瘾的成效 心里暗暗高兴 可是没想到 这一切都是假象 我妻子每天趁我上班时间 利用我儿子帮她继续购买毒瘾 妈 明天我再去找谢阿姨 帮你买药 儿子 妈妈的病 妈妈的病就靠你了 我发现这件事后 懦不可遏 于是 我把阁楼的窗户 也全部封上了 妈妈 我帮你们的业来 爬上来 儿子 爬上来 监督 毛泥 非儿 非儿 你怎么了非儿 非儿 非儿你怎么了 非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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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根本不配做孩子的妈妈 快别 可能出于对孩子的愧疚 也可能是毒瘾发作的幻觉 那天晚上 我的妻子 隔完刺杀了 妈妈 菲儿 你干什么呢 快下来 妈妈 我爸来了 菲儿来救你了 你再要过来 妈妈 妈妈 菲儿 妈妈 上面没有妈妈了 再也没有妈妈了 你是不是要给我找新妈妈 怎么问这个 我不许你再给我找新妈妈 菲儿 爸爸答应你 如果你不同意 爸爸绝不再找 你发誓 我发誓 陆菲后来洗碗盘盐 我想这和她的童年莹莹有一定的关系 我的故事都讲完了 你听到的传闻没错 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我逼死了我的妻子 这件事情 是永远压在我心中的舍子架 你也别太内疚了 行了 别安慰我了 我想听听你的决定 我愿意去帮你做这个事情 我愿意去帮你做这个事情 你是值得付出的好男人 美国的孟德尔公司 将给我们注入两亿美元的资金 这对我们公司的发展极其有利 如果大家没什么意见的话 我们就谈一下融资合同的事吧 我反对 我反对 你是什么东西啊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吗 保安 保安 这是我的委托书 从现在开始 我是陆正深先生的全权委托代理人 陆先生虽然不再是公司董事长了 但依旧是公司的董事 孙先生 作为陆先生的代理人 我想 我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吧 那你有什么建设心的意见呢 引进外资必将会稀释股权 对在座的各位都很有影响 所以我建议 举行中小股东公投 来决定这次的融资计划 异想天开 你的这份提议必须半硕理上董事同意 才能生效 只你一个人提 没用 那我们举手表决吧 我同意冷小姐的方案 我也同意 隆总 公投开始了 你要不要去现场 我不去了 心脏受不了 你去替我盯着点吧 有消息的话马上告诉我 是 电视有实况转播关头情况 您可以看电视 知道了 那我去现场 好 我们成功了 您看电视了 没有 那您怎么知道 一向有礼貌的余秘书 进我的办公室居然没敲门 这一定是有天大的好事情 对不起 还真忘了敲门呢 我们现在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什么下一步 我要你以我代理人的身份 去竞选公司的首席 我行吗 你可以的 我会帮助你的 好 那我就试试 如云 你帮了我这么多 我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我要表明 股票还是现金 我要的很多啊 你说吧 只要我给得出 我都答应兑现 你下了多少 不怕绝望 总有几双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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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几双肩膀 我们几双肩膀 每两个人都会和顺身份 根本世界给你 我们走在这边 反正张为柔的 我们到处下 山友啊 心里永远有个家 山友啊 谁都不能放下 山友啊 有一天相聚在厨房 那段岁月有太多的心里话